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雨昕 歡迎收看《遇見大人物》 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 大數據的生活應用也真的就是越來越廣泛 從我們的工作再到理財、醫療、甚至休閒、娛樂 大數據真的是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那麼其實目前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還有城市 就善用大數據來提升經營效率 還有開發新的商機等等的 那也或是透過大數據制定這種精準決策 來改善生活品質 所以這幾年其實台灣也很積極的在培育所謂的科技人才 也舉辦了黑客松這樣的競賽 不過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比賽呢? 到底為什麼每年可以吸引到這麼多的高手來參加? 在今天節目現場我們就非常榮幸邀請到的是 資訊局局長趙士龍 局長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一位來賓是台北市立大學的校長 邱英浩 校長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我就要特別請局長來跟我們聊聊了 因為現在其實在這幾年嘛看到有蠻多的公司部門 還有學校跟企業 就越來越多人也來參加甚至舉辦這種黑客松比賽 那大家看到黑客松可能不太了解 它只是對大家來講是一個名詞 那我們台北市的黑客松跟其他的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OK我想我先從說文解字開始 就是Hackathon其實它是從英文過來的一個詞彙 對我們直翻叫做黑客松 那如果我們把它的英文的字首跟字根切開來的話 它其實就是Hack加上Marathon的字根 所以等於說它就是一個給駭客參加的一個馬拉松 所以它的特別的點就是說 我們會給它一整段很長的時間 在這整段時間裡面大家為著一個主題 然後努力的去朝這個主題完成 然後我們最後在結束的時候看到大家的成果 那其實Hackathon是一個蠻酷的一個運動 從國外進來 但是因為在這兩年就是 其實我們在推廣黑客松運動的時候 我們也遇到了一些議題 例如說門檻過高 可能會說是一些工程師才能夠參加 所以國內在這幾年有蠻多其實是以黑客松為名稱 但是為了擴大能夠參與 所以其實是讓大家有機會 以除了寫程式以外的方式來參與 那我自己本身其實是專業的工程師 那我認為其實這幾年的工程師社群其實也相對比較成熟 所以我想我們其實可以來辦一場真正的以工程為主 回歸到最原始的原祖的黑客松精神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們特別的點就是說 在這個競賽裡面我們是不允許大家使用簡報的 你只能用你在這段時間裡面開發出來的這個成果 然後直接做現場的演示 所以我們是一個非常非常硬核的一個黑客松 所以這是我們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了解黑客松如果想要參與這樣的競賽 他必須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可能包括人格特質嗎 或者是年紀 或者是他有沒有要有什麼樣的背景 其實如果像參加我們的黑客松 我們的團隊裡面通常 因為我們的整個過程蠻長的 所以就會包含說你可能要從發想 你對於社會議題的了解 你可能需要一些初步的視覺化 那你當然也會需要工程能力 所以它會是一個完整的一個組成 那當然就是說因為像我們的整個黑客松的時間 其實長達三十幾個小時 如果自己一個人孤軍奮戰 其實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鼓勵大家 如果是團隊來 可能會覺得就是更有power以上 那再來我想請問一下校長 我想問一下校長 那學校是不是也會很鼓勵學生來參加 還有對於這一類的活動 學生用什麼樣的管道可以得知相關的訊息 首先我們學校各大學都在推動跨領域學習 那跨領域學習並不是說很多的學科學完以後 然後就可以達到跨領域的目的 所以黑客松其實這個精神就是跟跨領域學習很有關聯 我們黑客松它是以一個主題為原則 然後我們要提出solution 那所以說我們集合的一個team裡面有不同的人 他們藉由這30個小時裡面在裡面交換意見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跨領域最後成果實踐的一個最重要的平台 那因為這整個活動是我們有主場優勢 所以說我們知道的這個時間當然稍微早了一點點 但是我們也在同一個時間很快的藉由很多的網路 Line或是任何社群媒體通知了很多的大學的校長 也通知了很多大學相關的科系 那當然我們最後也有播一個影片在這邊廣泛的宣傳 所以我想黑客松相關的訊息本身就存在網路的世界 那他們本身其實也很擅長從這相關的這些管道 知道我們有一個這樣黑客松的比賽 那再來就想問一下局長 我們這次其實為什麼會想要辦 台北市城市設計節 城市儀表版大黑客松這樣的活動 您的發想是什麼 其實揮竹人話其實這個東西算是我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夢想成真 我想這件事情已經想了快要20年了 我第一次聽到黑客松這個詞彙 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當時我在台灣的Yahoo 那時候我們聽到美國總部舉辦了一個叫Hack Day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就覺得哇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能夠促進創新的一個方法 有一天我一定要來辦一個像是這樣子非常巨大的一個活動 所以這次非常謝謝校長 就是校長幫助我完成了這個夢想 20年啦 對20年 對那所以第一件事情是黑客松是我一直很想要辦的一個事情 另外一個其實是扣合到北市府我們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希望能夠把整個北市府走向開放政府 讓我們市府裡面的這些數位工具是真的能夠讓民眾會想要用 但是這時候你就會想到說其實有時候我們覺得民眾想要用的東西 不見得是民眾真的想要的 那我們何不讓民眾就是一起來開發他們自己想用的東西 而另外一塊其實在資訊局的角色我們也肩負著一個重要的使命是來提升台北市一般的工程師 他們對於設行的向心力 然後也鼓勵他們說在這個地方能夠提振他們在開發上面的基礎能力 所以這是我們的初衷 那另外一塊當然就是說台北城市儀表板是我們走向開放政府的最重要的第一個里程碑 因為在我上任以來我們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把所有的這些城市碼公開出來然後把文件通通完成 所以接下來也請大家敬請期待 就是我們還會有其他的市府的數位工具 也會變成我們黑客松的主題 那其實剛剛局長有提到這一次的比賽主題是台北城市儀表板 這應用就是主軸 那為什麼要以台北城市儀表板來當作主軸呢 其實台北城市儀表板它搭配的是我們在資訊局裡面的一個單位 就是說在市政大樓的地下一樓 那這個地方叫做台北大數據中心 那過往其實台北城市儀表板就是把很多來自於市府的各個局處的這些數據 放到這個地方來 讓這些資料能夠去做視覺化能夠一目瞭然 那在過去的幾年裡面 其實台北城市儀表板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決策 例如說像是U-bike如何去放置等等這類的決策 但我始終覺得這個距離民眾太遠了 所以我們在兩個階段讓這個東西走向民眾 第一個方向是我們先讓它走進工程師社群 接下來敬請期待 就是我們很快會讓它走進一般即使不是工程師 你也能夠從台北城市儀表板上面去得到一些好處 那對一般市民來講大家也會關心的是 那台北城市儀表板對於整個台北市還有市民有什麼重要的影響 其實應該講一開始在市府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核心是 舉個例子 例如說像我上任以來我去年聖誕節上任 我上任六天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台北的跨年 跨年晚會 那其實在跨年晚會的時候我們如何去疏導人群 其實這時候台北城市儀表板就發揮了一個很重大的功用 但是這些城市儀表板僅限於在市府裡面使用 非常可惜 那未來我們會希望它能夠落實到 你在市府的網站上面可以看到 你在如果你下載了北市府的一個APP 叫做台北通 在台北通裡面可以看到 那我想就是說未來我們會有更多更多的地方 能夠讓民眾真的使用到這些 同樣是由民眾所開發出來的這些組件 那其實這一次的比賽有六大主題 我們這六大主題是怎麼發想再到制定的呢 我們的六個主題其實一開始我們是從二三十個主題發想出來 那我們開始思考的地方就是說 那這六大的主題我們到底怎麼樣來決定 最終讓它成為題目 那其實這裡面就有兩段 第一件事情是它是不是符合現在的社會的主流價值跟共識 是不是大家所在意的一個議題 或者是說大家可能並不是很在意 但它很重要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一個現實作為開發者的考量 是我們有沒有現成的這些資料能夠讓你來做視覺化 因為你要做視覺化的前提是 市府必須要先提供這些開放資料 所以基於這個最後我們選出來六個主題 我來演給大家聽喔 第一個主題叫做步步為銀 銀是銀色的銀 那這個主題是高齡友善與長照 第二個主題是有緣在台北 這個我們談性別的主流化跟交友 第三個主題我們談台北歡迎您 那這個主題就是在講觀光旅遊跟印象 第四個主題是宜居台北 那這個就在講台北的這個住環境跟生活 那第五個主題是祝您好運 那這就是富幼友善跟育兒 第六個是任性城市 是水電節能與永續 那所以在這六個主題裡面 其實我們還做了一根小小的巧思 因為其實我們在黑客松競賽 我自己以前作為競賽者 我們其實看到不喜歡的一件事情 是有些人他們知道主題之後他們會偷跑 那這有一點點就是不符合黑客松的精神 就是等於說這些人就是來感受黑客松氣氛 但是他們東西早就已經做好 這不是很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又不希望大家是完全沒有做準備 就是空手來做不出任何東西 所以這次我們做的設計就是 我們先公佈了這六個主題 但是最終我們在現場才公佈 真正的三個主題是哪三個 那讓大家可以好像有做準備 但是又沒有辦法做準備做到這麼充分 給你一個範圍了 對 那就來看看你的運氣怎麼樣囉 你選的題目是不是剛好有被我們選中 那即使沒有被選中也沒有關係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已經熟悉了這個工具 相信如果在競賽的場地裡面 你做不是你原本已經準備的主題 你也可以得心應應手 不過其實剛剛局長講的一段話當中 我聽到一個關鍵喔 其實程式儀表版呢 也尋找是對於公共議題有興趣的民眾 共同來把它擴大然後庸化組件 那局長當初怎麼會這樣算是蠻創新的想法 其實程式儀表版的這個開原化這件事情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秉持了兩個主要的精神 第一個精神叫做共創 第二個精神叫做共益 那共創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前面已經有提到 就是我們希望民眾來做他們自己想做的東西 那同時也希望他們的這些成果 是最終能夠真的成為台北市市政的一部分 所以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是我們有更大的企圖心 就是在共益的部分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程式儀表版 其實並不是只有台北市政府需要 我們看到可能像台中可能像桃園 可能像基隆可能像新北 各式各樣的這些城市 大家其實都有這樣需求甚至中央 所以我們會更在意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這個過程 是不是我們同時也可以做一個政策的一個推廣 讓大家用台北城市儀表版的開原版 作為一個基底 但是在這個基底之下去發展出 桃園的城市儀表版 發展出台中的城市儀表版 所以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不過其實局長在剛剛好像聊沒有多久 你就有聊到說這是32小時的馬拉松城市的競賽 32小時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一定有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故事對不對 其實在32小時這裡面 我們特別有印象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真的覺得年輕真好 必須要這樣說 就是 當我在現在就沒有辦法 像我那天在那邊 我跟校長 就是我們在 當天第一天大會 後來我們實在是累到不行 我們在第一天待到了 晚上12點半還是回家休息了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團隊都有堅持下來 而且堅持下來 不是在現場睡覺 是真的他們就是堅持的 從頭到尾32個小時完全沒有休息 那所以這一點是 我覺得非常動容的是 哇就是我想像中的黑客松的這個畫面 大家堅持到底的這個精神 無論最後的結果怎麼樣 都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對 確實這個精神也是很重要的 那聽局長分享了這麼多 你是不是也很好奇 那到底這一次有哪一些優秀的得獎作品 而這些黑客啊這高手的作品 未來又會怎麼實際的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歡迎回到遇見大任務 在上一段節目當中呢 我們聽局長還有校長 分享了好多是比賽的事情 那當然你很好奇的是 這一次陳世儀要把大黑客松的得獎者的作品 有哪一些 OK 我們在講就是得獎作品之前 其實我們另外蠻值得一提的是 我們其實就要來聊聊說 到底什麼樣子的作品得獎 它有哪一些共通的特性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聊到我們的賽制 其實是兩階段的評選 那一般來說這其實也是我們希望去改進傳統上面 我們在黑客松上面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包含的是說 第一個是我們的期待是 這些它並不是一個兩天的比賽得完獎之後就結束了 沒有沒有結束我們給的獎金非常高 希望你能夠有多一點點的貢獻 也就是我希望你的成果 最終能夠真的進入市政裡面 所以它跟我們現行的系統必須要是相容的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先做技術審查 所以我們找了一位外面的技術專家 以及我們初題的專家 一起來做技術上面審查 所以這是第一階段的評選的第一部分 第一階段評選還有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其實也常常會擔心說 你是不是拿一個別的東西來交這個題目 然後你在現場做的事情是努力硬拗 拗到說我做的東西其實跟這個主題相關 那這也是我們不太希望看到的 所以第二個部分我們是針對資料 跟你的主題是否竊題來做決定 那在這個階段之後呢 我們會選出 就是進入決選的團隊 那決選的團隊其實我們的條件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到底使用者想不想要用你的東西 所以第二個階段我們邀請到了這些 就是真正的使用者 包含我們邀請到了這個數位部的這個缺合名缺次長 然後包含了台灣總共有三個縣市政府 是有一級的這個資訊相關的主管機關 就是例如說像台北市政府資訊局 例如說是在這個桃園市政府的資科局 然後包含了這個台中市政府的數位治理局 所以我們邀到了三個單位的首長 包含我自己一起進來 那另外一個其實我們也很希望 這樣子一個成果能夠走向國際 所以包含在我們開源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中文跟英文兩個版本同時並進的 所以這次我們的另外決賽最後的一個評審 是來自於麻省理工學院 所以我們會很希望在這樣子的一個結果之下 選出來就是說符合主題 技術也合規 而且同時是使用者享用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選出來了誰呢 就是我們的第一名的隊伍叫做one possible 那他們做出來結果其實很令人驚豔 老實說當時我們在設計這個賽制的時候 我甚至想過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們今年第一年半 如果第一名的程度沒有達到我們的期待 我們可以從缺 但是結果我們後來發現 哇真的是非常令人驚嘆 從資料的處理 一直到它的資料的視覺化 同時不只是給了一些新的想像 就是說讓我們知道說其實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這樣子的圖 他們做的一個更大的貢獻是 他們幫我們做了這些新的組件 所以以他們來說他們做的題目 其實是在做台北市的賦佑資源分佈相關的這個議題 但是他們提供我們的工具 未來如果把這樣子一個工具拿來放在交通上面 放在都更上面其實也都會是非常非常好的組件 所以這一次我們得到了很大的收穫 除了得到了新的創意 新的圖表之外 我們也得到了新的工具 所以第一名是實至名歸的 那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團隊的成果 那會不會是 因為業界的可能比較專業 就專業的工程師來參加比賽 可能表現會比較好 其實沒有 我們的第二名就是學生團隊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前三名加上加作 其實是同時有業界團隊 其實同時有時間 有學生團隊的 那這個事情也是讓我們覺得 哇就是我們其實看到了一些 跟我們想像不同的東西 所以整體來說其實蠻開心的 那學長 除了這個第一名的作品 讓你很印象深刻之外 可不可以再幫我舉一個例子 你看到也會覺得 哇真的是蠻驚豔的 OK 我們的六個主題呢 包含了有緣在台北 就是性別主流化與交友的這個主題 但這個主題比較可惜 就是說可能是大家在經過這個評估之後發現說 其實這裡面的資料好像並沒有這麼多 所以只有相當比較少數的團隊選的這個主題 那最終完成度其實也沒有很高 所以比較可惜是 在選有緣在台北的這個主題 最終其實是沒有團隊進入決選的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我們未來 在設計賽制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在更精進的地方 那兩個最主要的主題其實就分別是 剛剛我們提到第一名做的 祝您好運的這個主題 就是富幼友善與育兒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到了一些 那另外一個就是韌性城市 就是在水電節能與永續 那這個是非常傳統的黑客松上面的題目 因為它有各式各樣的資料 但是反過來其實這樣子的一個主題是 特別的難做的 就是我們如何去用這些來自於 可能市府各個局處這些機關 來實現這個城市的節能 實現城市的永續 然後達到可能某一個年份之後的 淨零碳排的目標 那我們其實在這裡面大概 這六組裡面我們也看到一半一半 就是做祝您好運 就是富幼友善的這個主題 有一些那也有一些做水電節能與永續 在城市維氣候的這個地方 他們也講到了很多很多很深入的一個主題 那在評選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也學到了一些 哇就是以前從來沒有聽過的一個名詞 就是所以我們知道這些團隊 他們除了工程上面的造詣之外 其實他們也非常深入的去了解 我們設定的這個主題 到底可以怎麼樣改變這個城市 再來就要問一下校長囉 因為今年的這個黑客松比賽 就是在台北市立大學舉行的 那這一次規劃的活動有哪一些亮點 還有哪一些效益 我想分幾個部分來講亮點這件事情 我想一個政府的治理 最早大家講說公平公正公開 跟透明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Open的定義 就是我們要Open 那怎麼Open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的亮點是 我們比Open更進化 所以我認為是Open 2.0 因為它實際上很難得的用到 整個台北市的所有的城市 現存可以開放的所有數據 那藉由這個數據 讓大家可以去找出決定 那這已經不只是公平公正公開而已 它是實質參與 而且實質參與以後找到決定 是會可能變成未來在執行的時候 一個參考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一個 城市的整個發展 跟我們整個專業 或者跟我們不同的關係人 完全的整合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治理的典範 所以我認為這是當然第一個亮點 因為我相信也沒有多少的城市 有辦法做到整個數據完整的公開 對 就拿我這個人驚言 我當初在英國的時候回到台灣 我覺得說奇怪 我們想做一些規劃 但缺什麼 缺判斷的數據 但是你當你沒有判斷的數據 你往往只能拆Arrow 所以說你的政策的執行 往往會發生在 之後發生很多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之前在做決策沒有數據 那我認為今天市政府做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認為這是一個亮點 謝謝 第二個亮點 我認為就是 要辦一個這樣的比賽說真的不容易 第一個要有這個場地 那我們謝謝市政府 當年給我們這個需要一個這麼大的場地 第二個要有人力 那我們學校基本上有差不多一萬人私生 那所以說有了人力 第三個要用於投入 台北市立大學的私生的這個熱忱 這我覺得投入這個是一個大亮點 那最重要的是跨單位的合作 雖然我們都是世俗的單位 但是大家忙碌於各自的業務 所以不見得有機會合作 透過這一次的大黑客松 我們的衛生局 我們的聯醫 我們的市立大學 跟我們資訊局 完全的整合在一起 分工合作 讓這32個小時其實是更長 可能將近是48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是全部整合在一起 而且各司其職 完全沒有任何的 一點點的gap在裡面 這是一大亮點 好 那在節目最後 要請局長幫我們簡短補充說明一下 很多人看到今天的節目想說 唉唷 來不及參加這一次 他是一些高手啊 那他未來要怎麼得知這個比賽的訊息 還有有什麼方向 他們可以先好好的來準備一下 好 謝謝主持 讓我有一個小小的工商服務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在今年其實這也是 我們要加油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特別謝謝邱校長的幫忙 就是今年我們一起完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面籌劃 然後辦到 這個可能是台灣有史以來 可能規格最高的一次的黑客松 那接下來下一次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設定了一個目標了 明年規格只會比今年更高 所以 但有今年的經驗之後 我覺得明年的整個籌備起來 我覺得應該會更加的順利一些 所以明年我們自己的計畫是說 可能會在正式比賽的兩到三個月前 我們就會先開始公布讓大家報名 那今年我們有的 例如說我們其實在賽前 有讓大家來參加一個工作坊 來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在競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識 然後還有相關的技能的一個培育 那明年我們也會繼續做 那我們再來思考說 是不是明年在 我們針對不同的這些 能力水準的這些團隊 希望他們都可以有收穫的情況下面 也許我們可以來把這個工作坊可以去擴大辦理 所以我們大概會透過網路的方式來做宣傳 包含各式各樣的社群媒體 包含市府的官網 那我們會 同時我們應該也會到各個工程師社群裡面 去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辦這個活動了 那明年我們大概也還會有一塊是 到至少在台北市內的這些重點大學 我們會開始去做校園宣傳 那也會希望說 讓來參加這個競賽的這些團隊的組成 可以更加多元 那麼城市儀表版大海克松競賽 我就透過高手不斷的設計開發 當然也加速了台北邁向智慧城市的腳步 今天非常謝謝局長還有校長的分享 遇見大人物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